加州公投结果显示 约有58%的加州选民表示赞成 42%表示反对 投票率接近77% 公投结果加时上述共享平台 继续将司机视为独立承包商 免受AB5法案约束 延续当前的商业营运模式 此外 根据加州第22号提案 Uber和Lift承诺向旗下司机 提供某种形式的福利 比如医疗保险补贴 及每小时收入保证 两家公司还将实施新的安全措施 包含对驾驶员实施更频繁的 背景检查 提案通过消息公布后 Uber和Lift股价分别大涨14%和13% 而在此之前 Uber和Lift表态 如果提案遭到否决 Uber和Lift将会被迫裁减司机 并且提高车费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